這檔房地基金會和聯合報 第十二年舉辦的票選年度大新聞 第第一名是在三月份 世衛宣布全球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首要出席活動的 臺大副校長張上淳就表示 臺灣民眾對於疫情的關心 配合還有高素養 是臺灣防疫成功的重要關鍵 世衛組織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 獲選為今年度的第一大新聞 第二名是擋了十多年 總統開放美豬牛進口 而第三到第五名分別是NCC 劣勢理由 中天新聞臺部與換照 黑音失事八死 蔡毛總長罹難 最後是蔡英文連任 綠國會過半 張上淳表示 國人對秋冬疫情 雖然很擔憂 但相信大家配合 還有疫苗到來之後 世界可以早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